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0月9日,信心危機,其實這不是信心危機,是道不痛不相為謀 很簡單,國下如果身處外國的話,相信就算一覺不覺意,有什麼頭暈生氣,至少人家都會照料理 就是秉持著這個信念,所以很多人呢,不如反過來說吧 你見過近這十幾年,有沒有一些出了去的香港人,落地去了別人的國家之後,走去回流? 今時不同往日,以往來說,你人生路不熟,再加上上一代,英文差一點 同時間,他們以往的所有廣東話的人物,我這裡再說一次,是廣東話的人物,都可以幫到他們 情報清雲,但是今時今日,你不能拿幾句普通話,你沒有一個叫做Minglands Network的時候 不要說其他行業,我只是跟你說這個金融行業,外資銀行 很多人,經常呢,很想自己的子女入iBank那裏做 原因很簡單,就是聽到下去,說你做iBank那些,出花紅都出到手軟 結果很多人喜歡進去做的嘛,但是輪不輪到你呢?你可以幫那家外資銀行帶到多少生意回去呢? 但是,如果你是那些權貴的子弟就不同了 你爸爸是李光,我爸是李光嘛,那些人就不同了 我們叫這些做什麼呀?兩個字,達朵,不是顏城啊,顏城就... 我又不會說他沒什麼用的,但是連個小巴還是巴士司機呀,都可以驅趕他下車的時候呢 這些就只不過,不是龍哥、虎哥、炮哥咯 他令我想起呀,自己拍胸口那些 然後,原來,看場都不是 Anyway,那就說回登正的達朵 你只要有那麼上人物各樣的那些,iBank的位置就輪到你 那些晉升機會都輪到你,但我們現在知道啦,香港已經是新規則新法治 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很多人的離去,其實呢,即是及早呀 你今時今日用一個叫做跳躍的方式,由一個平台跳到另一個平台,選了一個陣營 那時候呀,是為閣下未來50至100年的生活,投了一張票,即是這些叫用腳投票嘛 都是基於一樣東西啦,按差的時候,只要你不是行差答錯的話呢 外國社會呀,基本上都不會太差的呀,這個生活 至少不會變成一種叫做非人的生活 什麼叫非人的生活呀,真是非人的生活呀 你不見香港嗎?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預兆呀 那些學童呀,以及很多人呀,都做了非人 那有些是被非人呢,那無論你非人也好,被非人也好 又或者呀,這次也是非洲的非呀,真是非人的生活也好,真是非人的呀 你無法想像,你一個月賺了萬多銀,然後一間劏房 租完之後呢,再加上水電煤飲食,你沒有錢存的呀 再看著那些,均均地,都說你至少也要200萬啦,是不是呀 你沒有積蓄,唯有輪功屋,是啊,沒有積蓄輪功屋嘛 那結果沒有積蓄輪功屋,輪不輪到你呢? 那輪的都輪不到,那你結果呀,你不想做月光族,你都要做月光族 而這個又是一個vicious cycle來的呀,我們叫做惡性循環 為什麼呢?你說一個人儲不到,就兩個人儲咯 即是,你見外母,你跟外母說,我住全天下,壽山村的劏房 你說,我不知道啦,懂事的外母,就馬上收了一碟雞 不懂事的外母,給你吃完碟雞做一下research,跟著再收了一碟雞 是啊,壽山村豪宅區都有劏房的呀 那結果,你又找不到個盤的咯,那找不到個盤,就無法兩個人一起儲錢的咯 無法兩個人一起儲錢,就算是可以呀,你不吃不用了 你是不是真的儲到一間,可以居住100-200呎的居屋呢? 這點成疑問呀,那沒有,林鄭月娥就說,是因為年輕人想要私隱 所以才要搬出來住 咦?他又沒有說錯呀,如果你是有屋的時候呢? 那基本上你是不會失去那間屋的咯 你原先有屋住,那就一直都有屋住的咯 也就是說什麼呀?被迫躺平 那麼社會循環機制方面呢? 你又要想咯,如果一家裏面,不是只有一個家人呢? 你就即是怎樣可以呀? 我不是很記得,國家是不是好像說三胎政策呀? 你怎樣三胎呢?一家家那麼屋子 他就不是三胎政策,是山胎政策 什麼是山呀?山減過山呀?還不是呀? 嘩大哥,你這個高樓價,完全是天然的家計會 但是,要餵殖一個人的寂寞心靈呀 很多時候,那些人都想養貓養狗的嘛,是不是? 結果現在要養食役 那你沒辦法的呀 貓狗那些,屋村各樣不給養的嘛 那就養食役咯,養魚咯 好啦,今天要說的是林鄭月娥說的 就說到,部分人見到香港好會回流 是啊,那反過來可以這樣演繹的 好份人,又見到香港這樣搞的時候,就心灰意懶 心都掉出來啦,還說回流,手甲不休息 我見到有朋友仔,用公仔,形容得非常之好啊 四個字,雞飛狗走 不過話說呢,我曾經看過這套東西,真是會飛的 即是,在山那裡啪啪啪的下來,至少飛不起 但是呢,降落是OK的,那真的是雞飛狗走 不是在山上,然後啪啪啪啪啪這樣而已嘛 那林鄭月娥說到,過去曾經出現香港人大規模的移民潮 那這個當然是說八九的時候,有那個信心危機啦 而當時,很多的香港人其實已經知道,是什麼的一回事 哼,回想起,那個叫什麼呀 肥媽那個羊名是什麼呀 粵巴女馬,是不是 蒲吻嘛 Anyway,他就將大家的焦慮呢,濃縮 成為一個短時間的問題喔 林鄭月娥在電台節目那裡說到 就說很多人,對於過去一年的形勢感到焦慮不安 他錯啦,這個不是一年間的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些是長遠政策來的嘛 就不要說到只不過是一朝一夕的事 大家都知道,投訴部是失明的時候呢 是無需要寄望,無需要寄盼 Anyway,他就說到了 想要移民離開香港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嘛 這個不是只是心情來的 是付諸實行 有心情的人呢,就非常之多 但是付諸實行的人呢,很多時候 你第一個難關就是,要放棄很多東西先啦 放棄你在香港的人物,放棄香港的低稅率 放棄香港可享受到的資產增值 原因為什麼呢?就是不想割韭菜而已 錢走了,人離開了,那些東西才真正是你的 至於會不會送羊入虎口 有機會的,你說無聊各樣的時候 回去香港探親,突然間那半年 嘩,用什麼就那半年落閘 所以呢,能夠在外國那裡settle down 你就不要回來了,我就經常說 如果他有一張表格可以退出中國籍的時候 網上申請,最重要 就是行限地,一二百元我想都有人制的 你不要收到幾萬啦,不明白嘛 那你就看看有多少人呢,是偽然申請退出咯 那你去外國旅行各樣,出了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那本特區護照,你就想起馬尼拉事件咯 又說回有個愚民,走去菲律賓那裡被人騎走了 到今時今日,沒有了影 你就看看南丫島那裡,那隻船呢 那班加索,今時今日,有什麼調查委員會各樣 那這個公道還給他們沒有? 每一個人,啊,內心都有一把尺,他自己懂得度的嘛 不過,他這裡說到,希望他不要反口啦 他說大部分人不想他做,他會下台咯 這個都不知道N年前說的了 其實當日呢,我對於林鄭月娥其人呢 我都是道聽途說 對他來說呢,是直至,啊,你在說佔中的時候 我才覺得,嗯,這個人,這樣樣的 那都不是觀感最壞的時候 而最壞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啊? 就是他竟然拿五百元出來做那場鬧 那我知道,哇,不得了啦 官媚就知注,一頁就知秋 如果他是為了做鬧 然後做完這些這樣的事情呢 你不合常理,不make sense的事情 事出反常就必有妖 你想一下,好人好者,你會不會拿五百元出來 這麼有目的性地去幫那個紅七婆啊 那紅七公的老婆就是紅七婆咯 而他能夠做些這麼不make sense的事情 再加上這麼離地的時候呢 那你就知道了,哼,當然啦 香港就抵止口 即使,啊,騙著這樣的東西下來 都只不過呢,啊,又不可以用指 不過呢,很多人已經覺得是 一個structural change,是一個結構性的改變了 總之,啊,都是那個音 不過呢,就轉了一隻字了 東方蜘蛛啊,就已經變成Eastern Spider 真是東方蜘蛛啦,這次,沒有改錯名的 琴奴蜘蛛摸什麼都出來了 但是他說尊重每個市民的決定 也都歡迎市民的回流啊 我想他放心都行啦 因為今時今日呢,去到外國的時候 那些人自己會compare 稅當然是重啦,咦,但是生活成本減回的 此其一,其二,你那個把關係做得好啊 其三,至少衣食住行方便 你住屋,啊,不成問題先啦 這個啊,是很多香港人出到去 你不要說炒樓,樓是用來住的 如果你想炒的時候呢 人家自然會有一個income tax的機制 capital gain tax的機制 那他去制衡回 即是未至於,好像香港那些大地產商那樣 那你沒有的,他今末,做完施政報告 你說哪些人最得益啦 唯有是團地波那些咯,是不是啊 就不知道是發展他的社會 還是發展你的社會啦 當然啦,他說一句話 是沒錯的咯 如果看到香港好的時候 那些人會回流 那咯,什麼為之好呢 那當然啦 如果閣下是移民美國的 我覺得頭一個月你已經會覺得香港好的了 那這個無可口废 沒有人叫你去那些這樣的國家 為什麼? 拜登主政啊 那些這樣的國家 其實只不過是西洋版的共共而已 沒有分別的 虛 就當然要想多五十年啦 甚至乎 美國的衰落 是大家指那代的 那當然啦 他硬衰落 都好過有些是沒落的 衰落和沒落你會不會分呢 就是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裡 走